好 尽管迎接农历新年 仍有许多弱势家庭需要社会的关注 日前华林市公所启动原住民急难救助关怀机制 市长卫家宴在原行客同仁陪同下 前往国父礼探望因病导致生活陷困民众 致赠急难救助关怀金以及民生物资 期盼过年期间能够安心休养 早日恢复日常生活 66岁葛玛兰竹竹女士身为家中经济来源 以孙女相依为命赞助友人家 去年底因被不剧烈疼痛而就医 完成追体成型手术 日前依赖住行器日常生活 但因此无法正常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华林市公所日前接获通报 启动原住民急难救助关怀机制 市长卫家宴在原行客同仁陪同下前往家中关切 今天是我们关怀后 我们原住民原民客后这边的急难救助后 那总共有两岸 那今天来关心我们的猪阿嬷 那另一位是我们的赖小姐 那我们刚到现场的时候 那猪阿嬷刚刚有骑摩托车 那也不小心跌倒了 那刚刚有把她扶进去 那我们这边也将我们的慰问金交给阿嬷 那也准备了一些产女友人的一些 在预寒过年的这个部分 也给阿嬷做一个在过年应急的这个食物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赖小姐的部分 因为赖小姐现在已经在医院了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心她 那在这边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那也请大家都不用客气 只要跟里长或是里干事 还是施工所反应后 我们都会立即的第一个时间来去做关心 施工所也同时关切十余年来 饱受红班信狼窗所苦的28岁赖小姐 去年底心脏问题以及末期肾疾病等病症而住院 一度返家收养 但日前再度入院治疗 除了致政急难救助关怀金 也备妥食物银行民生物资 魏嘉燕表示 施工所针对低收中低收线困境的原住民族 给予急难救助关怀金 若身边有需要帮助个案 可通报施工所原刑客 涉劳客或个理办公处 了解事由后将协助渡过难关 记者长方言和联系报导